那么佛讲的八苦 这是从佛家来的 现在我们老百姓习以为常 就是生老病死 后面的呢 不知道 好像感觉也不太重要 说来也要听一听 首先生老病死呢 你看这个顺序好像就是 从年轻到年老到结束 然后病呢 他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顺下来 这个是客观的一个规律 很难 去用主观 来控制它 因为这个大的规律 不以意志为转移 我们也可以硬着往上说 但是其实很多 这个精神的因素啊 在这个里面产生了 不同的 人生 不同的心态 甚至不同 不太相同的结果 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会生就会死 那有些就很长寿 有些就很少病 那有些死 就死得明目 死得起床 那当然生呢 那就只能说下一次生得更好 仅此而已 那后边还有几个呢 有爱别离 愿赠慧 求不得 还有五音 只剩 我们分别说一下 爱别离 一说爱 可能我们想到爱情 是吧 伟大的爱情 其实 这个所谓伟大的爱啊 当然从古 中国 早就有 什么民间 现在所谓的就是 四大爱情故事 古来的经典 其实也不止这几个 那么爱情固然美丽 但是现在西方 这种思维啊 把它过于的 凸显 二人世界 过于的自由 两爱 那不讲什么 这个父母之命 没说直言 门道户队 没有 我们可以讲 完全 几乎 受了西方的影响 来之 素质快 再反观我们 现在的 离婚率 跟以前就不要比了 跟西方比 由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很多人家 比咱们做的还好 因为我们是学来的 学个半调子 到我们这 不适合我们这一方水土 怎么办 慢慢的运化它 实在运化不了了 回过头来看看老祖宗 我们到底中国人应该怎么样 那有夫妇 而后 有父子 而后有兄弟 而后 再远一轮是朋友 当然 夫妇是前提 但是 那他也有远近亲疏的一个重要性 你比如说在君臣面前 你这个夫妇就 你在家里可以 你出了门 你就不能打 罗罗宝宝 亲亲过我 什么都不行 公众场合 在哪儿就有不同的身份 不是说你这个什么时候都重要 而且 这个 真正的爱 中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这种爱是互相的 不是单方面的 长此以往 没有人受得了 一味的付出 一味的追求 总有累的时候 总有反过头来的时候 尤其男人 他这个雄性激发出来的时候 现在女人地位高了 我们多说两句 那他还包括 友情 亲情 甚至相情 这种的爱 都叫爱 对社会的大爱 都是爱 那这些爱 有责善固执 有好的有坏的 我们怎么去 把我这个度 下节课再说